中国历史远远流长,期间发生过很多似乎在情理之外的大事件,其中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格局的大事件有哪些呢? 1.沙丘之变 秦始皇37年在出巡途中突然去世,一照玉丽公子扶苏,但管理诏书的赵高窜多里斯一起发动沙丘之变,改拥立胡亥为帝。 由此,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灭亡,楚汉之争的序幕拉开。 2.王莽篡汉 公元5至9年西汉末年,王莽先以假皇帝的身份临朝听政,后以真命天子自称俘获人心登上皇位,建立新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不用通过流血战争就实现了朝代更替的事件。 3.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弟,并成为皇太子掌握大权。 而后登基,更开创了唐朝的伟大盛世,贞观之志。 4.神龙政变 武则天被逼迫退位,宰相张俭之联合与邻军拥立太子李显复位,神龙二年以张俭之为首等人被涉陷杀害,后人称这次变故为神龙政变。 此事件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唯一一个女帝政权。 5.陈桥兵变 公元959年,赵匡印获得军权,而后被派遣北上攻打契丹。 同时,赵匡印部下让他黄袍加身,以皇帝身份回开封。 郭宗逊被逼退位,赵匡印将周改为宋,成立了又一个统一的王朝。 6.靖南之义 朱元璋分封各地方王,方王势力日益膨胀,朱允文上位后开始削翻政策。 朱棣不满,起兵反抗攻入金陵,并登上帝位。 此事件极大影响了明朝后世二百多年的政治,思想走向。 对于上述历史事件,你有什么看法? 你还知道其他不可被复制的历史事件吗? 欢迎留言。